這麼小的民眾都不想住在大陸邊 因為怕差 世界衛生組織 令人超過五十五分佩的測驗 就可能會影響健康 對於研究與民間團體合作 本人二十五的民眾 正在臨情對中輸 在台北一百八十個地方參與 發言說 台北市 平均的測驗是五十六分佩 公圈還是行動裡面 一般來說 能夠那麼安靜 記者 現在人在台北市南港的重用研究 以公衆者 這些分佩差不多是五十五左右 這就是WHO建議人在核果的 測驗標準 騎到車路比這些分佩可以到七十以上 民眾對測驗不一定是真要異 但是這其實是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心血管的內分泌 頭痛壓力 睡眠品質不佳跟血統認知的下降 這其實在很多的醫學文獻裡面 其實都有類似的報導 中原憑他跟臺灣社經協會合作 八分二十五的民眾 加多冷靜對中心 他手機的APP 測驗台北市一百八十十個地區的分佩所達 也許旁邊讓民眾知道 是福利 哪裡有冷靜的地方 我們身處的環境是越來越吵 那大部分的人對於那個吵的感覺 事實上都覺得很束手無策 所以我們在關注吵之前 我們反而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到底我們還有沒有什麼勁的可能 中原憑表示 經濟環保守的資料 台北市平均分佩是五十六左右 要有進步的空間 他們認為如何 台中知道五十五分佩的冷靜 是什麼感覺 在推動措音方桌的方便就如有效 他們也望這個家圍 通通公告吉他的關係 記者公布電話水 台北報導 在建築 之間 入手 延 公布電話水